哇!真是大件事 2024年8月25日的深夜 俄罗斯出身的亿万富翁 帕维尔·杜罗夫 在法国的巴黎教区 Liborgat的机场被法国警方拘捕了 这宗新闻 马上全球军动 39岁的加密软件Telegram的创办人 大家知道WhatsApp真的没有加密 Telegram真正加密到政府也拿不到资料 这件事是怎样呢? 还被俄罗斯官方称为政治囚犯 杜罗夫亿万富翁被捕 背后究竟有多少秘密? 一起探讨一下 Telegram在2013年推出 自推出后 迅速全球数亿用户 都用它来做通讯首选 它主打是端对端 即是机和机之间的加密技术 确保用户通讯的内容 不会被人偷看 这个多重要 如果世界政府也难看得到 更何况一些小的国家 更加无法无天地管都管不了 所以政府就紧张起来 尤其在这些重视私隐时代 Telegram就成为了大众的用户爱好 无论你是普通人 或是需要高度保密的群体 即是不同的group 都对这些apps 爱不释手 截至现在 Telegram全球的下载量近10亿次 是10亿次 你想想一只apps可以下载 10亿次 它的匿名声明和强大的加密技术 使它成为不少政治活动家 新闻记者 自由言论支持者 的首选平台 在不同国家 不仅是香港、英国、美国 是所有国家 Telegram 都已经被组织用来 做抗议活动 宣传敏感讯息的apps 令到它在国际社会的Telegram 声明大噪 但是 杜罗夫在8月25日 法国巴黎机场被捕 当时他坐私人飞机降落的 无端端去法国 虽然暂时未清楚 他被捕的具体原因 但是 但是法国的传媒 BFMTV已经报 他就说 因为Telegram 在上面缺乏了 足够的监管 导致有潜在的刑事活动 包括洗黑钱 毒品交易 分享儿童色情 这种种内容 都在Telegram上 可以发放信息 还要不知谁发 发完还要不知哪个人去哪里 完全没有追寻到任何资料 你说上面 一方面 大家普罗大众会用 另一方面 又不监管那些 所以他就出了事 在这方面 杜罗夫这个亿万富翁 被捕 即刻引起了 俄罗斯政府的 强烈反应 不是反对 是反应 因为他本身就是俄罗斯人 这个俄罗斯议员 甚至说杜罗夫 是西方的猎务行动 受害者 他直接就爆欧洲 言论自由 已经死了 他认为这次被捕 是为了控制 Telegram 还声称 就是现在他们捕人质 想借这个机会 向俄罗斯施压 甚至想控制 封锁Telegram 在俄罗斯的运作 这件事 搞得国家和国家之间 真的在隔剑 杜罗夫 其实在2014年 已经离开了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 一直都没有他负 当时他在俄罗斯是因为他自己创办另一个社交平台叫VK的控制权 他已经失去了 这个平台同样因为拒绝配合俄罗斯政府要求 不愿意 封杀平台上反对组织 也不愿意向安全机构提供任何有关乌克兰抗议的数据 所以当时他就被俄罗斯政府 搞得他周身矮 迫着要他流亡海外 在2017年 杜罗夫搬去杜拜 很多敏感人的有钱佬 去杜拜 大家都知道 还在2021年 成为了法国公民 就是因为他搞得了法国公民 所以这次他就飞去法国 我打算去发达 我享受一下 你知道 生活在法国 和生活在杜拜 是两个世界的 杜拜有钱 但没有真正享受 热热热的 自从移居到杜拜之后 杜罗夫一直保持低调 只是专注Telegram的发展 但现在他被捕 俄罗斯 驻法国大使馆 即时要求法国提供 领事探视权 一定要确保 杜罗夫有合法权益 不要被侵犯 这方面又说帮他 帮帮下又说要捉他 到底 俄罗斯搞什么 是不是不满意法国捉得到他 是不是想引导他去俄罗斯 让他自己慢慢玩 现在法国政府对这件事态度非常模糊 不愿正面回应杜罗夫被捕的问题 根据大家都猜到 就算传媒也报 杜罗夫可能会在星期日面临正式起诉 但是 法国内政部 警方 和巴黎的检察院 对这件事 毫无发表评论 当然是不出声 他们似乎被重就轻 什么都不说 不想让人知道真相 Telegram 为什么这么具争议性 就是因为他的强大的私隐和加密技术 在开始创立的时候 杜罗夫已经坚持 Telegram 一定要有最强的私隐保护功能 以及机对机的加密 还有他的自毁信息的设计 都令到这个apps 即刻爆红 同时 Telegram 他的保密性 也引起了不同国家的争议 在不同的地方 他被组织用来做抗议活动 传播敏感信息 就是这样 Telegram 还成为了非法活动的沟通平台 很多政府担心 这个Telegram 被不法分子濫用 威胁到国家安全 甚至犯罪的温床 杜罗夫被捕这件事 令到我觉得 这个世界数码时代 私隐安全 和犯罪温床 真是很难触平衡 Telegram 成功 不是因为他的技术成就 是他对用户 数码私隐的神圣体现 但是 随着这种需求越来越大 政府对数码通讯的监控 也越来越严谨 作为一间科技公司 他始终是一个人 和一间公司 Telegram 可以保持多久 还有那么多国家给他压力 他简直就好像日日行钢线 一方面他又要保护所有用户的私隐 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法律的风险和责任 杜罗夫这件事 简直是数码通讯里的矛盾情况 去到极点 但Telegram 虽然提供了极高的私隐捕密 但同一时间也成为了一些非法活动沟通的工具 所以杜罗夫作为创办人 他一直是捍卫着这个私隐 你说多困难 私隐和国家 中间已经非常模糊 究竟谁对谁错 大家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未曾安装Telegram 就在下面description 可以找到连续 装下部机 记住用家是本身没问题的 正正经用他是绝对不犯法 他的保安和私隐度 真的非常高 所以可以探索下的软件有什么玩 你赞不赞成 Telegram 继续运作 记得Subscribe 频道 一有新片 即时为你送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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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